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 今天是加东时间2023年1月2号星期一 是咱们在2023年的第一季节目 开头呢还是新年致辞 祝朋友们拥有一个平安喜乐 繁荣健康的2023 今年也是我这个YouTube频道开播的第七年了 我这个Gmail账户注册的很早是2011年 但是呢是从2017年年初开始定期更新视频的 所以已经过去了6个整年 不谦虚的说 在中文YouTube里面 不仅是在时政评论领域 把娱乐的这些大派博主们都算上 我也应该算得上是出土文物级的YouTuber了 李子柒的YouTube频道 其实它的历史才5年 最近一年还没有更新了 如果大家去看那些语言故事类的大V们 通常他们的频道都是在4年以内 所以我这就算很久了 每当新的一年开始 我就觉得我离退休又进了一步 中文YouTuber的平均生命周期不超过两年 所以老有朋友问这个就业不好 是不是这个做YouTuber更容易更来钱快一些呢 其实我从来都不推荐 因为这份工作 从创作到每集节目发表之后的数据流量分析 不断地调整总结 它的工作强度和压力比那个华尔街的交易员还要大 如果我在华尔街工作的话 连续这么多年努力出业绩 应该能到经理或者VP级别了 早就不会一天十几个小时盯着监视器屏幕了 另外也说一句啊 网上那些算油管头部大V挣了多少钱的视频 大伙一个也别信啊 就没有一个算对的 我说的是在中文圈啊 凡是去算别人挣了多少钱的 最起码是没有到头部的 而头部大V是没有一个会告诉你 他挣了多少钱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我以后可以开一些话题 聊聊这个自媒体产业的生态 开头呢先感叹一下 因为新的一年又标志着 我这个YouTuber劳神劳力的工作 又过去了一年 还是感谢朋友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在2023年继续支持 书归正传 咱们来说时事新闻 在上个星期五 我们2022年最后一集节目当中呢 我说这个病毒是否发生了重要的变种 立刻就会有揭晓 那最快的消息呢 是出现在马来西亚 大马卫生部长说 得到了世卫组织的消息 在中国出现的病毒变体和亚型变体 已经出现在马来西亚了 作为这方面声明的政府 它是第一个 但是它并没有说 这里的变体和亚型变体指的是什么 英文报道的原文说的就是 variant subvariant 变体和亚型变体 听起来呢 语气更像是指那些已经被发现 和命名的新冠病毒变体 以及亚型变体 这个variant变体 或者说变种 它指的是 α,β,γ,到Omicron 这一系列用希腊字母命名的 这个新冠病毒 比较主要的突变 而这个毒株的亚型变体呢 subvariant 指的是某种变体之下 比较小的变化 比如在这个奥密克隆变种的下面 从BA.1到BA.7 其实呢一共有500多个亚型的谱系在传播 那不管是变体variant 还是亚型变体subvariant 都有可能让病毒变得更强 也有可能让它变得更弱 一般说来 如果这个病毒的变种 它并没有给病毒带来什么环境适应性 还有传播力上什么独特的优势 那就不需要太关注 因为它不属于优势毒株 几代之后就会被奥密克隆自己给干死了 就会被奥密克隆几处流行了 那也就不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变种 这是传染病的一般逻辑 但前提呢 是世卫组织得能够取得足够的数据 才能得到这样的判断 而现在呢也就是麻烦所在 凡事到了中国就变慢了 就变得不透明了 奥密克隆的发现过程是这样的 最早它是2021年11月份出现在南非 由于这种病毒传播的太快 当它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在南非一些省份传播开了 而且波及到了邻国 向博茨瓦那 世卫组织在2021年11月份有个会议 世卫内部专门有个机构 叫做病毒进化咨询小组 在2021年11月的那次会议上呢 就得到了南非博茨瓦那和香港提供的数据 所以仅仅在那次会议之后的几个小时 世卫就宣布 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型病毒 因为数据足够嘛 所以它立刻就能提出警告了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啥呢 披露出来的世卫组织和中国卫生部门的 最近一次会议 是发生在12月30号到现在过去几天了 都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世卫呢 是要求中国政府提供更多的实时数据 包括基因测序数据 以及住院和重症监护的数据 还有死亡数据 它都对于判断这个病毒的危害性非常重要 但是后几样数据 什么住院重症和死亡数据 那就是属于中共的国家机密范畴了 一旦分享给世卫 那肯定就等于分享给了所有国家嘛 当转一圈再回到国内的时候 中国网友就会说 这是世卫组织的消息啊 那中共政府就比较为难了 就很难作为谣言和寻衅姿势来打击 因为你不能把世卫组织当成敌对势力来对待嘛 所以对待这种难题呢 中共的本能反应仍然是隐藏和拖延啊 能拖多久拖多久啊 实在逼不过了交出部分数据 所以当下很可能存在的一个被低估的矛盾是 这个局势又鬼打墙 回到了2020年那个状况 不可能比那个时候变得更透明 只要还是共产党 你就不能指望这个事情发生 但是呢 虽然共产党没有变 但是世界却变了 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世界了 别的国家也不太可能像2020年那个时候那么放任 世卫组织呢 也不太可能像那个时候那么包庇 所以如果在中国旅客身上 验出了某种具有优势的毒株 消息再传回国内 那会对中共是毁灭性的 不管是在中国外部和内部 社会协作所需要的最后一道信任防线都会崩溃 只是说呢 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啊 目前看来是比较小概率的 因为奥密克隆它在传播效力上 已经是一种优势比较强的毒株 你说找出一种传播适应性比它更强的毒株啊 新冠流行三年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正在变小 但是对于重症和死亡数据的坚决隐瞒 它也会是一场公关灾难 会严重削弱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 那今后再发生任何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那所有国家的反应都是二话不说 先把从中国来的人圈出来 特殊对待 由于中共不可能变得更加透明 它是一个长期判断 这本身就是信用评级的风险 所以在大流行过后会严重拉低中国经济的吸引力 会延长中国的复苏过程 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习近平的新年致辞了 有朋友注意到习总最近迷恋上了一句口头禅 叫做中国这么大 然后就blbl 好像凡事有啥闪失有失败 找不到别的解释的时候 都可以归结为中国这么大 首先是在去年12月26号至27号的 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 习近平说 我们这么大一个党 这么大一个国家 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 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歧视的局面 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blbl 要我说您什么事办不成还好了 零收益也好过负收益吗 在新年献词当中习近平又说了 中国这么大会有不同的诉求 对一件事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很正常 你听起来一尊终于说了一句 这么入情入礼的话也挺难得的 既然不同诉求不同主张很正常 那是不是彭在州可以放了呢 这个白纸运动当中被逮捕的学生 市民也可以放了呢 毕竟他们只是在表达诉求嘛 人家没有搞暴力革命 人家说的是要选票不要领袖 做公民不做奴才 这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诉求嘛 从习近平公开讲话的语气来看啊 不管他是以中国这么大为理由 还是以其他什么事为理由为自己辩解 关键是他都进入了一种需要为自己辩解的状态 那这也就是一尊不那么尊了的表现 只有在他被人强烈质疑 而且这种质疑得强到了 普遍到了 不是通过抓人判刑能够压下去的时候 他才需要为自己辩解嘛 而这种质疑肯定习近平在党内相当高的层级感受到了 他才需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 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一个党 如果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能行吗 自信的领袖当然他是不用这么说的 自信的领袖只需要表明自己正确就行了 他不用说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这一类的话 现在这个话呢等于是习近平委婉在表示 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不正确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国家有14亿人 党有9000万人 要每个领袖就四分五裂了 我不正确 你们也担待着吧 是这个潜台词 在新年贺词里面习近平说 中国有这么大 有不同诉求很正常 什么意思呢 潜台词是 如果只有极少数的人不满 那当然就是不正常 因为人民这个激昂喷勃的正能量 他们在面前就是躺臂挡车 这些发牢骚的人就是不自量力 忽视他们就完了 最多呢把他们抓了就完了 派出所就足以解决问题 哪值得一尊惊口预言的提到呢 需要他亲口说有不同诉求不同看法很正常的时候 就意味着对一尊的不满实在是太强烈 太普遍了 多到五毛洗不掉 派出所也抓不完 那有什么办法呢 中国这么大 有十四亿人这么多 好歹有一个领袖 不然就乱了 您为太平权 不为乱世人 各位就担待着吧 他就是表达这么一个态度 算算呢 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袖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如习近平一样获得了如此多的所谓尊号 在一个月前他还是清陵宗呢 是清德宗光绪皇帝之后的又一位大清皇上 可是就几个星期以后 他就摇身一变成了隋阳帝了 快速过风男女老少隋变阳 这么个隋阳帝 那人家为什么不给他编高宗 太宗 宪宗 暮宗 这样的绰号呢 因为不管是清陵宗还是隋阳帝 这些外号 人们都是把他当作王国之君 末世昏君来对待的 体现的是体制内体制外对他的强烈不满 就说甩锅这个事儿啊 其实他也体现出了这个独裁者不同的处境 凡事不利都要甩锅 但是甩锅和甩锅也有区别 比如崇祯皇帝在他的临终遗诏当中说 前面说了一句我有错 最后然 转折了一下 还是坚持认为不是我不行啊 是诸臣耽误了我误导了我 把责任推给了手下 希特勒在临死之前和身边的人交谈 也说是我的将军们背叛了我 等于说是诸匠勿阵 也不是我不行 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辩解 你要知道像崇祯这种人是绝不可能以 国家这么大 国情太复杂 这种理由来辩解的 他不会说大明朝太大 人口太多 出几个反贼是很正常的 那为什么 江土很大 人口很多 别的皇帝玩得转 你就玩不转呢 这就等于承认皇帝自己无能嘛 所以怎么样甩锅 很多对独裁者来讲 都是一件非常细致 非常考验智商的活儿啊 当然你听习近平说 一个国家这么大 有不同意见 不同看法很正常 用一般逻辑来解读 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把这个参数带入共产党话语 带入共产党文化这个方程式当中 他得出的就是不一样的结果了 那为什么之前党的领袖们 永远都是十几亿人一条心 一到您这儿就成了有不同意见 不同看法很正常了呢 那就说明你这个领袖出了问题嘛 你看他就会得出这种结果 当说出中国这么大就会如何如何的时候 其实啊 他就是到了领袖无法自辩退无可退的时候 是威信扫地的时候 你别看他还掌握着军警特务啊 枪杆子刀把子都握在手里 实际上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了 这是我们当前解读出的内容 不过万事归结到中国这么大 咱们就从这句话本身来出发分析 它也证明了习近平的思维水平 也表明了习本人就是中共文化的重度受害者 因为中国这么大是小粉红网评员们的口头禅 中国这么大不搞计划生育能行吗 中国这么大不独裁能行吗 中国这么大不把人管严点能行吗 中国这么大放开这个管制 让每个人都自由说话那能行吗 所以呢你看不管是从一态化政策 还是到国有垄断最后到动态清零 每一件不合理的恶政 都可以用中国这么大来合理化 而习近平憋了半天憋得脸红脖子粗 最后还是一句中国这么大 可见它的思维水平确实也就和小粉红相当 其实要论疆域国土的大小我们来说 中国到底有多大啊 算上陆地、内水和领海的面积呢 其实中国排世界第四 前面三个是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 在陆地面积之中呢 其实中国还应该扣除印度所占据的藏南、阿鲁纳、恰尔邦 还有台湾这些事实上 北京政府并不控制的地区 这个陆地面积呢 比我们知道的960万平方公里要少一些 今天的俄罗斯是陆地面积第一大国 它是一个民主化并不充分的国家 是一个威权国家 也是一个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 但尽管如此呢 它还不是共产党社会那种程度的独裁 公民拥有一定自由度还是远远高于中国的 普京控制舆论的方式是通过收购媒体将其国有化 同时推进立法的方式进行的 它还没有中宣部和网信办这样的机构 也没有什么新冠阳性一个跑不掉 失踪儿童一个找不回这样的问题 而美国和加拿大呢 当然不用说 它就是成熟的民主国家 如果把时间推得再长一点 疆域最大的国家 还不是以上四个当中的任何一个 是谁呢 是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应该说得上是 人类有史以来疆域最广大的国家 还超过了蒙古帝国 疆域最大的时候 有3400万平方公里 但是它是立宪君主国 在殖民地普遍进行民主选举之前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 1776年以前的英属北美殖民地 还有1997年之前的香港 殖民地人民所享受到的司法保护 言论自由 贸易和投资自由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这些方面受到的保护 哪样都比今天全过程民主当中的中国人民要高啊 哪怕是在200多年前的新英格兰殖民地 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大白就破门而入 拿着大桶子 吐噜吐噜给你消杀这种事啊 更没有什么把门给你焊死这种事儿 那个时代的殖民地人民都能理直气壮地喊出 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 我们殖民地没有代表进入英国的国会 所以我们不纳税 对我们没民主 没民主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不纳税抵制你 你不给我们民主权利 我们就不纳税啊 可是今天享受全过程民主的中国人民 你举张白纸都得给你逮起来啊 你有什么脸去嘲笑殖民地呢 疆域大什么时候 它都不成为必须独裁的理由啊 你要说人口数量大 人口多 那印度人口在2021年底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13.93亿 就差那么一点点就14亿了 联合国估计2023年就是今年 印度人口就会超过中国了 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然而印度呢是一个民主国家 虽然是一个民主尚不成熟的国家啊 但是人家在这条路上嘛 人家也没乱也没解体 所以中国这么大就必须如何如何 不管你指的是疆域大还是人口数量大 这两者都过时了 他都不是为这个现状不断恶化辩解 还要人们必须接受现状的理由啊 说中国这么大就必须不拉不拉 能说出这种话就表明习近平和毛泽东 邓小平不在一个级别上 在一定程度上 毛泽东和邓小平可以说是共产党文化的塑造者 是他们洗别人的脑啊 不是别人洗他的脑 他们是在体制之外 是在思想上控制这个党的 尤其毛这方面的角色特别突出 而习近平呢是重度被洗脑者 你别看他往左走或者往右走 他丝毫在思想上没有超出这个体系一步 是这个体系烂到不要再烂的陈词烂调 在控制着他 而他自己是一点也察觉不到啊 憋了半天就憋了一句中国这么大出来 所以习近平这个领袖 他并不是在体制之外操作机器的那个操作员的角色 他是什么呢 他其实也是这台机器里的一个齿轮 只不过是一个镶钻石的齿轮 看起来比较亮闪闪一点 最好的情况呢 他就是这个系统的一个外挂 而不是编程的程序员 但是他可能以为自己是程序员 如果这个疫情有幸能够过去 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心理疗愈 要恢复经济 恢复正常生活的第一步 是恢复信心 那恢复信心呢 就不是你漂亮几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事儿 就必须面对事实 必须坦率承认错误 继而呢拿出实际行动来 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呢 就是得有一系列制度建设 约束不受控的权利 释放民间的自由空间 得有制度的保证 确保这些成果不会再被拿走 其实你看中国底层信心的复苏 在文革之后啊 也是通过否定文革逮捕四人帮 然后呢一定程度否定毛泽东 才缓慢完成的 而你看习近平在2023年的新年贺词当中 又是一派平功百好 又说破坏了什么宏伟蓝图 吹响了什么时代号角 那怎么可能恢复信心呢 没有信心就没有消费嘛 在消费不能够提振的情况下 所以我预计2023年啊 经济方面习近平要出的大招 恐怕又是大修大建 基础设施建设了 那这个事儿等它来了 咱们再分析后果啊 今天的时事话题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啊 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平安喜乐 繁荣顺心 明天我需要准备咱们另外一个频道 文昭思绪飞扬上的内容 那在文昭谈谈谷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呢 咱们就是星期三再见了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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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